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然后憋气7秒 之后再呼气8秒 如此循环三次就会渐渐感觉到睡意 刚开始可能做没有什么睡意 坚持几天持续6到8周 习惯之后就可以在一分钟之内安然入睡 调整好心态 其实你会发现入睡并不是什么事呢 湿气 它对于我们现代来人来说是一个经常提起的事 有时候我们会发现自己的舌太厚腻 大便不成形 全身无力 感觉身上的衣服总是湿乎乎的 没错不要怀疑那你就是体内湿气过重了 别害怕我来教你几个方法去除湿气 1.泡脚可以疏通我们的经脉 让血液流通 泡个二三十分钟 当你的额头微微出汗 就说明已经去到了去湿气的作用了 2.饮食也要注意一下哦 经常吃油腻的食物会加重体内的湿气 建议喝点红豆一米水 可以有效的去除体内的湿气 如果嫌麻烦可以在网上买现成的 直接泡在杯子里就可以了 3.保持运动 运动出汗是非常有效的去湿气的办法 可以增加新陈代谢 活络身体的器官 加速排除体内的湿气 90后这支队伍啦 每天早上起床后 最害怕的就是看到自己掉落的头发 哎我仿佛是一只蒲公英 不知道什么时候一场疯 哎我的头发呢 被风吹走了 脱发的种类有很多 遗传性的咱们无法更改 可是自身原因造成的咱们可以补救啊 如果人的压力特别大 就容易大把大把的掉头发 压力一大再加上熬夜 你要是不想秃顶就给自己的心情放个假吧 早睡早起放松四季 没事还要多吃一点营养品补一补 头发也一样 头发营养跟不上 也会导致大量脱发 可以多吃一些黑芝麻 黑豆 杏仁 芦荟等对头发有营养的东西 多补充一些维生素 每天适量的摄入一些 不要一口吃上一个胖子 无论男女都对自己的头发非常在意 虽说十个秃子九个腹 可咱们谁也不想当没有头发的强人吧 拜拜我们下期见 衰老的症状之一 可是很多年轻人也会长白发 其实营养的缺失也会导致长白发 我们今天就来看看怎么有效的预防白发生长 1.梳头 梳头不仅是女士的特选 男士也适合梳头 梳头可以去掉头发及头皮上的浮皮和脏物 并给头发适度的刺激 促进血液循环 使头发柔软有光泽 2.洗头 大家都知道把头发上的污垢洗掉 但是你紧紧洗头发是不够的 还要记得清洁头皮 在洗头的时候注意手法一定要轻柔 不要用你的指甲使劲的去挠头皮 使指腹轻轻按摩就可以了 3.擦干头发 猪头发很伤发 用毛巾把头发的水分吸干到七八成 再用热风吹干比较好 用吹风机的时候要注意 不要对着头发吹 应该把头发撩起来 让风吹进发缝 好啦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各位朋友啊想要越来越年轻 那该怎么办呢 今天就来和大家分享三种食物 每天吃一点越来越年轻 不怕衰老找上你 1.泥猴桃 泥猴桃中富含的维生素C呢 可以干扰皮肤中的黑色素形成 消除皮肤上的色素沉积 淡化雀斑让你越来越白皙 2.苹果 苹果中含有的果胶啊 能够帮助肠道蠕动 加快身体排毒的过程 而且苹果中含有的苹果酸呢 能够帮助体内脂肪的分解 有助于美容养颜 3.豌豆 豌豆 豌豆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A元 而维生素A呢 可以很好地起到润泽皮肤的作用 让你的皮肤越来越有光泽感 所以说想要皮肤 越来越好的女性朋友啊 就可以多吃一天呀 很多人就会出现手脚冰凉 或者是皮肤干燥 爱感冒等现象 那今天呢和大家分享 三种自制茶饮 润肺排斥更有好气色 1.蜂蜜菊花茶 因为秋季干燥 所以说呢特别容易上火 那如果大家在平时的时候 喝一些菊花蜂蜜茶呀 就可以起到清干明目的作用 不但能够缓解眼睛的疲劳 而且还能够美容养颜 对身体非常好 2.枸杞茶 大家都知道枸杞呢 有养肝滋润肾部的作用 所以说大家在平时的时候 就可以喝一些枸杞茶 不但能够改善疲劳 而且呀还有强健筋骨的作用 3.玫瑰花茶 玫瑰花呢有很好的美容养颜作用 而且呀经常饮用玫瑰花茶呢 还能够帮助我们的皮肤补水 改善皮肤干燥的现象 所以说大家在秋季的时候呢 就可以来试一试这三个 每天8杯水能让皮肤更加的水润有光澤 但是秋季补水要注意 2.两种补水养肤汤 在家自己就能做 喝出好皮肤 1.猪皮养肤汤 准备猪皮米粉白蜂蜜 先将猪皮熬煮到粘稠的状态 之后加入米粉熬煮到融合 出锅的时候呢加入蜂蜜就可以吃啦 每天吃一点不但可以为皮肤补充水分 更能滋养毛发 2.百合银耳汤 女性朋友就可以多喝一点 因为这道补水汤呢不但能够补水 还能滋阴润肺 大家在家的时候啊准备一些百合银耳 莲子和冰糖 先将银耳和莲子用水泡开 之后啊将所有的材料放在一起煮熟即可 今天分享的两道润肺补水汤呢 大人小孩都适合 而且见到了 那么我们就要多吃一些瓜油的食物啦 今天呢就和大家分享三种瓜油高手 放心吃不但能够消除脂肪 还能去除水肿 1.毛豆 毛豆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 可以促进肠胃的蠕动 减少肠道对油脂的吸收 在减少腹部脂肪堆积的同时呢 还能够预防便秘的出现 让你的减肥更加轻松 2.玉米 玉米中含有丰富的纤维素 能够帮助肠道蠕动 降低身体对胆固醇的吸收 同时呢 玉米的热量啊是非常低的 大家在减肥的时候 完全可以拿它来当做减肥餐来吃 3.蘑菇 蘑菇 蘑菇有解毒的功能 能将身体中的有害物质排出体外 同时呢蘑菇中的蛋白质和氨基酸含量啊也是非常高的 还能够保持肠道的水分 防止便秘的出现 所以说大家在秋天的时候就可以多养生的前三名 不但能够润肺清肠 而且呀 越吃越健康 让你整个秋季不可笑 1.栗子 栗子中含有丰富的蛋白质 脂肪和多种维生素 不但能够健脾养胃 而且呀还能够促进肠胃的蠕动 让我们的消化更好 2.莲子 大家都知道莲子本身呢有非常好的滋补作用 而且呀吃莲子还能够帮助我们养心安神 不但能够促进身体免疫力的增长 而且还能够养胃清肺 3.荞麦茶 我们在吃完饭之后呢喝一杯荞麦茶呀 不但能够解油腻 而且还有润肺养胃的作用 因为荞麦本身呢是属于粗粮 其中的膳食纤维是非常丰富的 而且可以帮助我们排除身体多余的垃圾 还能有很好的美容养颜的作用 大家在秋季的时候 就可以多吃这三种食物啦 好啦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